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潮聚焦 大概在25分钟之前 川普在白宫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他说的理由说他出于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 对香港人民的热爱,对自由的热爱 所以签署了这项法律 这是川普了,只能这么说这是川普 我没有看到任何视频和现场的镜头 去看到他签字的仪式 那我刚才也很奇怪,我只是凭借的感觉了 因为我拍完节目中间我在休息的时候 出于感觉,所以我看一下推特 结果在推特上三分钟之前 罗冠聪转推了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 说南华早报是15分钟之前 说川普已经签署了《香港人权法案》 那这是一个直接了当 那也就是大概的时间是11月28号 早晨北京时间7点钟吧,应该是 那这个北美东部时间是27号晚上的6点钟 那签署了这个协议 这个也就是说签署这个法案 那法案直接就生效了 这是所有人在等待的过程中 在看待川普的过程中 而川普在接二连三发 他是把香港人权法案 人权法案与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完全连在一起 跟习近平也连在一起 所以大家对他评价不一 那基本上都是一种等待和看待的过程 在没有任何更多的迹象 讨论很多内容讨论是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中 他突然签署了这项法案 做法上很具有川普自己的特点 就是说他很多情况下 他的讲话发言都是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逆向 他自己在今天的白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内容 我看到内容说他认为最后一次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 应该几乎就可以签了 几乎可以签了 但是又在拖又在拖 所以基本上是这种游戏了 习近平拿着中美贸易协议去要挟他 他又很想去拿下这个协议的本身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那更多的情况就是 他是把习近平中美贸易协议 跟香港人权法案是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在一开始跟大家解释过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川普如果不签香港人权移民中法案的话 他无论在大选中 无论是在他 无论在明年大选中 无论是在他国际环境的声誉中 和美国社会本身的这种概念中 都会出现一种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他不签对法案的本身决定 10天之后他就12月3号 他就自然通过了 如果他否定该法案 因为几乎就是全票通过 参议院 众议院都是全票通过的一项 一项法律的话 总统已经失去了他的否决权 几乎失去了他的否决权 所以对他来讲 依然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他用它来作为一种 要威胁来讲 作为一种筹码来讲 来掉习近平的胃口呢 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他在距离应该签署协议之后的 10天之内归他签 如果他不签 他会自动生效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 都是如此 而今天从大的氛围来讲 24号我们看到 是整体的对习近平的打击巨大 我相信香港人争取了这一份 就是香港24号 区议会选举的本身 绝对推动了 就是让川普更加具有一种信心吧 就是说讨伐中共的信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 会取得那样的结果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所以这是包括 其实包括习近平的整个的策略 包括所有的环境的策略 都是失败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王立强的事件 王立强的事件 就现在来讲 感觉上是有美国的成分在其中 因为中间的时间点非常特别 而中华民国而言 在打击中共的角度来讲 他绝对不会手软 而且他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那我们这两天的节目介绍 介绍他的内容就很多了 所以牵扯到五眼联盟的概念 在其中 再牵扯到一个 因为是美国驻台北的这个办事处 却全文就是转载了 王立强 王立强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时的 整个的内容 特别是有关韩国瑜的内容 所以韩国瑜已经提出了抗议 那美国这个态度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再一件事情 应该讲习近平在 习近平遭受打击就是 新疆的集中营的事件 矛头完全对向他 而且是他自己个人下达的命令 这样几件事情 绘组在一起 也就变成了川普在 再想再过多的利用这个时间点来讲 已经对他不利了 我以为是对他不利了 而不是不签 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也就是因为明天是28 29 30 在法案通过了 法案通过了这个参议院通过 中院通过之后 几天之后我们看到的 这个他所采取的行动 他所采取的这个这个 直接了当的行动 应该是蛮鼓舞的蛮鼓励的 川普已经签署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该法案已经生效 这是苹果日报在地 在最用他最快的时间里 把路透社的给翻译了 美国白宫 白宫是发表的声明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 他签字的具体动作 白宫发表声明 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和保护香港法案 使之正式成为美国的法律 所以中共 我相信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他的判断也是认为 可能会签署 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三 这是在北京时间 今天已经星期四了 在星期三 他接连召见这个 召见这个 美国驻 美国驻北京的大使 习近平的好朋友 来强烈抗议这个问题 但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很多了 我们就不用讲这个了 川普发表声明 表示出于对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和香港人的尊重 所以签署了该两法案 这是一个绝对的嘲讽跟幽默 这是一个绝对嘲讽跟幽默 所以让人们 让人们一直把习近平 当成敌人的背景之下 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他对习近平的尊重 所以这是一个极具嘲讽的说法 是希望中港领袖 与代表 能够友好的化解分歧 达到一个长久和平与繁荣 所以那这就是 刚才休息的时候 我还在想说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因为中共的宣传 已经把矛头冲向了美国 我相信以目前的来讲 他们会在第一时间里 把更猛烈的炮火 对向美国 这是没得可讲的 第一个第二个 中美贸易协议 有可能就此搁浅 换句话说 我以为川普在 等了三四天之后 等了四天之后 他也认为 中美贸易协议 恐怕签不成 所以签不成的话 他必须要在时间上 采取主动 我以为是有这种可能的 因为这样的接二连三的打击 对习近平都是致命的 在这个区议会选举的问题上 国内完全是封杀掉 而他原来曾经写的是另外的稿件 所以代表习近平整个推测 整个的计划 完全是 就是他的 他的方案 跟他的 跟他的筹备 跟他的概念 完全是错的 完全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 反共潮流是对立的 所以那这就是形成了 现在的这个场面 那川普来讲 我以为是 是跟这种 他主要掐的是时间 很有趣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在发表胜任的时候 也故意回避了香港人权法案 那那个时候应该是决定签署 但就川普而言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最大的 最大的不可预测性 就在于他的 他顺应自己的感觉 顺应感觉 是顺应生命来的 所以这是 对于政治评论的角度来讲 难度太大 香港人权以民主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卿 每年检视 香港自由情况 与是否符合 美国给予香港的 特殊关税地位 以及允许国务院制裁 打压 应反送中抗争 香港人权者 那范围包括 冻结制裁人士 在美国的资产 和拒罚签证 那这里面 那当法案成立之后 那接下来的 就应该是香港人 在要汇集过去的时间里面 汇集过去的时间 怎么说呢 汇集过去的时间 来查找所有 上至林郑月娥习近平 下至街头警察的相关细节 一些具体被受过伤害的人 在这反送中的运动中 被判刑的 被打的 被打伤的 他会指证具体人 那指证具体警察 具体人 那把相关的资料 报到美国 那我相信 黄之锋 黄之锋等人 包括罗冠聪等人 会 会进最快的速度 加班加点 收集出第一批 将有可能被美国制裁的 这样的人员的名单 非常有可能 美国国会同时通过了 保护香港法案 禁止向香港警方输出 控制人群和防暴设备 催泪弹 胡椒粉 橡皮子弹和电击枪 所以这条法案 就反衬过来 警察在施暴的过程中 在抓捕的 和施暴的过程中 都可能成为 人权法案的 被制裁者 这是我刚才 跟大家介绍 众议院的版本 上个月已经通过 参议院是上周二 以热线的方式 透过了 它的相应的版本 众议院在当天 即刻以大笔数 以417票对1票 通过了参议院的版本 为了加速 到周二 仍未表态 是否愿意打算 签署 或者否决 该法案的川普 日前 接受福克斯 专访时 只说 我们一定要 与香港并肩 但我同时 与习近平并肩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非常好的人 但我希望 他们能够解决 能够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概念 所以这就变成了 在未来的时间里 川普对习近平而言 完全是一个不可控制的 完全全是个不可控制的 不可控制的 不可预测的 不可把握的 这么一个对手 而川普本身 再次表现出 他依然是真正反共的 这么一个 反共的这么一个 斗士的身份 原因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他一开始没有签 那从上星期二做完之后 没人知道 香港人民沉默的大多数 所表达的 反共的意愿之深刻 那种内心之坚定 范围之广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完全 他一定注意到 习近平在有关 新疆问题上的处理手法 他一定清楚 第二个 第三个 那像王立强的事情 以这样的方式 去抓捕了 向心夫妇两人 在台湾 而作为美国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已经走出 已经走到历史性的 突出好的关系 从1979年 从1979年 终止了这个 与台湾之间的 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后 跟中共建交之后 所以这是 一连串的几件事情 都发生在 11月24号 而他牵扯的 都是把中共 放在魔鬼的角度 而把人 正常的人 放在正常人的角度 这个概念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 这是在一个 整体的作用下 与其说 川普 一直在表达 他的意愿 你倒不如说 这是一个 天灭中共的 一个大的天象 而这其中 香港人产生了 香港人的行为 香港星期二的 这个 对不起 24号的 区议会的选举 是香港人 把在自己的角度 从自己的 努力的背景之下 争得了这一份东西 他明言 当务之急 是中美观 平衡中美关系 习近平保持克制 没有派兵 镇压香港示威 是出于他的要求 在这个之前 他提到14分钟 14分钟之内 让他消失 如果不是我 香港会14分钟之内 让他消失 那能否理解成 这是习近平 当时说的话 习近平想 用14分钟 100万人 进入 100万军队 进入香港 那我不知道 这话是真是假 中共国内 批评了他这句话 说根本就 没有这么回事 这是一个 很有趣很有趣的 这是一个 没有 无人能够找到 真实的 结果的一句话 但这句话 放在川普手里面 今天他签署了协议 就变成了一个 你可以说 变成了一个 迷 那习近平自己 并不敢站出来说 他根本没有 讲这个句话 但反衬过来 就说 在他的心目中 在他 川普的心目中 习近平 十有八九 有可能会镇压 动用军队 这是他对习近平的认知 他反过来 而只不过他说 我个人比他有本事 我个人比他强 那我个人迫使他 没有这么做而已 他是这么个 艺术 谈判手法吧 你只能这么讲 他承认香港是影响中美贸易的复杂的因素 那今天 其实也就表明了 这个因素已经产生了 这个因素已经产生了 11月24号 踢走光复香港 踢走共产党 这确实做成了 北京一直坚持反对该法案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 辛奇召见了驻华大使 习近平的好朋友 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美方采取措施 阻止法案生效 并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那就目前而言 基本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这件事情结束了 那下面呢 新的一段开始了 那就是香港人 所有在这次被抓的 将近五千人四千人 那曾经被伤害的人 都将以此法案 可以把相关的人 告到美国政府去 告到美国的法庭 报告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一定有相关的人员 相关机构去执行该次 去负责该法案的执行的过程 因为法律已经生效了 而当务之急 就是有多少人在迫害 在这个过程中 是以暴行 对香港人造成了具体的伤害 这是今天香港人 在借助美国的力量 在借助美国的力量 来走到这一步 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 在美元上印着 in God's way trust 这句话不是白印 绝对不是白印 所有人他有意无意的 他拿了一分钱 他有一千亿 他都要在这句话本身上 伴随着他的一生 而潜移默化的东西 人们在现在的观念中 意识不到的东西 甚至解释不了的东西 并不代表他不具备力量 而习近平 招鬼上身 这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事情 习近平招鬼上身 把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 绝境之中 而他本身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达到自己的想法 完全是把自己作为神 来供奉在他中国 中共他的权力控制的范围之内 那这是与in God's way trust 是完全对立的 那香港人的天灭中共 香港人讲的与神同行 香港人讲的万劫不符 都在这个环境中出现了 而我们也看到一个命运的本身 这是在北京的时间 香港的时间是11月28号 四个七 我说的意思就是四个七 没什么可讲的 习近平死在七里面 咱讲的概念就在这概念 从11月24号到11月28号 它真真切切的发生 这样的定数 只有人看不到 没有它不存在 而当他招鬼上身之后 整个大的定数 就是说他的死期 中共的死期 他的死期都已经板上钉钉 拿个螺丝钉 已经给他摁上 拿个钉钉 已经给他摁的板子上了 他想跑也跑不了的 那我相信后面 会有更多的内容出来 我今天我现在只是 跟大家报这个 这个重大的即时新闻 感谢朋友们对石涛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